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、经济学家,在管子、轻重片中,记录了几则关于管仲发动贸易战,以兵不认血的方式,达到摧毁敌国经济目的的典故,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买路智楚和福伯祥鲁梁等故事。 这两则故事中,管仲所在的齐国,都是通过制造稀缺的假象,吸引敌国盲目地进行产业转型,最终达到摧毁敌国基础经济,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,孙子兵法约,故上兵伐谋,其次伐骄,其次伐兵,其下工程,运用智慧。 以贸易战的方式取得胜利才是上策,目前,在这一方面,做得最好的是美国人。 自七十年代以来,美国无数次通过贸易战击败日本,控制欧洲经济,制造了经济史上著名的智力铜矿案及广场协议案,现在又妄想把黑手伸向中国,读历史,明视力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管仲知名很多人知晓,但却很多人不曾了解,管仲身处春秋时期,虽是周王氏的后裔,算是贵族,但他的经历反而贫寒,卑微,并且很多工作他都尝试过,也很多事情都能干。 其身处齐国,父亲曾在齐国任职,但他父亲不偿命,使得管仲年少开始便自己讨生活,这期间,管仲被人赏识,更被人举荐,由此成为了公子鳩的得利部下, 为其出谋划策,甚至是助力君王之位,不过最后,公子鳩没有成功,反倒是让豹书牙助力的公子小白,也便是齐恒公上位,辗转反侧之下,管仲成为了齐恒公刁难的对象,甚至是碍于他的,才能将其消灭。 好在管仲和豹书牙有一定的交情,更知管仲又是可用之人,由此,管仲最后,也成为了齐国的相。 并且齐恒公一转往日之态,对管仲尤为的欣赏,管仲的才主要体现在对齐国的治理上,不管是政治,还是经济,军事等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 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出现后,齐国盛级一时,在管仲的建议下,齐国的各方面,强大都是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的,经济,农业等大力发展,就连军事上管仲都能做到,让其他诸侯国纷纷依附,最开始本来是宋国进攻齐国,而齐恒公本来是要去援助齐国的,但是最终被管仲叫停,在管仲认为,若当时出兵,影响的恐怕还有整个齐国的百姓。 民心失了和谭强大,况且以齐国的实力也很难应对,但管仲也不可能让齐国不管,只是他有更完美的办法,管仲先是派人前往了宋国探底,而后尽量做齐国的后备力量,特别是齐国王国后,他们这个后备力量接手了齐国众多人,包括国君在内,而且还进行了封地和封兵事,这样一来,赢得的是更多诸侯的衣服,强大的也便是齐国了。 所以说,管仲一方面稳定了齐国的百姓和经济发展等,还使得齐国的势力越发的壮大,如此齐国强盛起来,毋庸置疑。 再者,就是在灭楚国的事意上了,齐国和楚国算是势均力敌,两国交战必定伤亡惨重,并且谁也说不准最后的赢家会是谁,但是管仲的计策优先行动了。 这就不得不提相传已久的管仲重金求路的典故了,他抓住了当时楚国最不重视的路,进行高价购买,要知道在楚国路最不值钱,可以说普通人家都可以买得。 但是,一旦有人重金收买,便会有大量的楚国人一拥而上去赚这笔钱,如此,管仲就去花了这笔重金,由于数量多且他给出的价钱也很高。 一时间,楚国众人纷纷放下了自己手中的活,将大把的时间用在了寻找路的事情上,甚至军中众人也有参与,最后,楚国人钱是赚了,可其他方面的发展呢? 最直观的楚国大量的土地无人重,军心也涣散,他们又如何与齐国较量呢? 最后原本楚国还能与齐国一较高下,但忠是不得不低头,而后齐国也便如愿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,如此可见,管仲的先见之名令人佩服,他的计策则更加的高明,纵观管仲所处的背景,我们便知,其所要面临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。 周王室逐渐衰微,诸侯国众多,各处的混战此起彼伏,就春秋时期所记录的封国来说,单单是末期,就有将近两百来国,这其中,我们知晓得,被吞并了的是一部分,还有就是,自己宣布撤销或是消失的,齐国吞并多国,自然是强国,但是想要占得首位,确实是得各方面发展,但是管仲还抓住了一个重要点,那便是人。 据记载,齐横宫曾问到管仲说,如果我想要做到政治清明,应该从何做起? 管仲是这样回答的,始于爱民,并且管仲还给齐做出了详细的讲解。 从赋税,惩罚,俸禄等出发,管仲将自己的爱民之道全盘托出,再者就是在民富和民穷的认识上, 齐认为这是国家政权的重中之重,对国家的安危颇深,这时,不论是齐国还是他国的君王,便需要克制住自己,不能贪想一时的盛况。 如若征收无度,只会让矛盾逐渐激化,正是由管仲在齐横宫身边劝戒,才使得齐国不断强大,甚至是让齐横宫的败业实现。 可见管仲的治国影响至今受用,管仲能在齐国备受重用,首先是因为他的既往不救,毕竟此前他所助力的是公子鸠。 在大义面前,他还是懂得进退的,然后就是豹书牙的大力举荐,而且,在管仲这里,他也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,我们常说的一个成语管豹之交这两人也便是主人公,前妻豹书牙帮助管仲,后来有所转换,所以说,他们之间的帮助是互相的, 再者还有齐横宫这位大人物,不得不说,在用人上他算是有先见之名,更懂得知人用善,不然管仲的一些变革和计策也不能顺利实施,相传管仲病重后,齐横宫担心不已,还亲自前去看望,除了这些大人物的助力外。 管仲能得到重用主要的还得是靠他自己的才华,他不仅会根据齐国的形式分析,对于穷苦落后的齐国,管仲有直言的勇气,言语间丝毫不露窃,这份自信, 足以让他成功,要说管仲面临的压力有没有,那自然是不少的,当时时期的情况显而易见,动荡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,他需要趁此机会完成一种新发展,也便是改变这一发展现状,可见,齐国在管仲的变革下逐渐强大, 而管仲被重用也是多方影响的作用,流传至今的关于管仲的变革和计策等。 至今受用,其中最受影响的无异于在经济上,我们当今的世界格局也便变化无常,古人的智慧也便值得更多人去深究,管仲的才能得以发挥离不开报书牙,齐恒功等人。 再加上管仲自身的先见之明,他成就一番大业,毋庸置疑,不得不说,管仲的能力影响后世,一些方法,计策也值得更多人去学习,管仲的计谋,整体上就是通过加大进口来摧毁别国的经济基础。 智利同框案完全是对买路制处的机械模仿,但广场协议案则不一样。 因为他相对比较高端,从表面上看,签订协议之后,美国并没有加大进口,恰恰相反,他反而是向日本加大了出口,一方面,出口美国商品,另一方面则是投入热钱。 但是事实上,有研究资料表明,从1975年至1991年,美国共向日本发起了15次301项调查,美国对日本的每一项经济政策,都是通过精心算计的。 在签订广场协议之时,美国其实早已经算准了日本会通过降息刺激经济,于是就引热钱进日本,炒作楼市与股市。 最终,美国把日本楼市和股市打造成一个数字齐国,再利用这个数字齐国,吸光了日本人的钱,管中的这一条毒计,通过买路制处这样的贸易战,兵不认邪地打垮了别国的经济,智利同框案是管中买路制处的初级模仿版本。 而广场协议案则是进阶版本,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,曾经屡次对周边各国发动类似的贸易战,他们通过控制茶、马、盐、铁等物品的交易,来达到制衡他国的目的,现在美国人也把咱老祖宗这一手学去了。 并且还运用的出神入化,国人对此,务必提高警惕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并且还一点—— nies。 明镜15点区 明镜15点 thanked 明镜15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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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15点